聯合國安理會星期日晚間就加沙地帶危機召開緊急會議 同時以色列加強打擊哈馬斯的空中與地面攻勢 據報星期日估計有100名巴勒斯坦人和13名以色列士兵被打死 此後若旦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 大多數巴勒斯坦人在被以色列猛烈攻擊的希賈亞地區被打死 聯合國秘書長寬紀文譴責星期日流血衝突 他呼籲立即停止戰鬥 潘紀文正在中東試圖挖旋一項停火 幾千的巴勒斯坦人逃離該地區 那裡的街道到處都是傷亡的人和雅力 巴勒斯坦醫療官員報告 以色列對加沙發動的近兩個星期的軍閘 導致死亡人數超過400人 其中大多數都是平民 星期日晚間哈馬斯一名發言人說 在加沙逮捕了一名以色列士兵 他未有透露詳情 在加沙逮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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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加沙逮捕